在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现代人的生活压力大 需要寻找一些能够帮助心灵平静 身心放松的活动来为生活减压 在英国近年来就流行起一种 非常特别的抒压方式 那就是到农场去拥抱乳牛 那些体验过的人都说 一边抚摸乳牛 一边为乳牛刷毛 能够让他们暂时忘记烦恼 而这些乳牛多数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乳牛 已经没有办法再生产牛奶了 这样的安排也能够让这些退休乳牛 逃过了被送进屠宰场的命运 躺在乳牛身边轻轻地抚摸 再用刷子替它刷刷毛发 原来这是让英国人抒压的一种方式 这座位于英格兰约克郡的农场 访客可以抱着乳牛 感受着他们的心跳和温暖 从而得到身心灵的放松 帮助人们在快节奏的生活中 放慢脚步 农场主人替退休的乳牛找到了新工作 他们在成为书鸦使者之前 会先进行五个月的训练 熟悉被人类拥抱的相处方式 我认为猴子会享受它 我认为你今天可以看到它 它们真的享受它的意志 如果它们不喜欢它 它们不会做的 暴牛书鸦已经成了英国农场 另一种收入来源 访客每体验一次 三个小时的收费是40英镑 农场主人说 由于农场今年频频淹水 造成严重损失 他们寄望暴牛书鸦的付费体验 可以帮补农场的营运开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